特區政府會正式撤回《條例草案》 完全釋除市民的疑慮 保安局局長會在立法會復會後 按議事規則動議撤回《條例草案》 這兩個多月發生的事 令每一個香港人都感到震驚和傷心 亦令大家對香港感到焦慮和痛心 大家都很焦急 希望可以盡快走出目前的困局 由今個月開始 我和所有司局長會走入社區和市民對話 讓社會各個階層不同政治立場 不同背景的人士透過對話平台 將種種的不滿直接說出來 一起去探討解決方法 各位市民 持續出現的暴力正動搖香港法治的根基 極少數人挑戰一國兩制 衝擊中央政府駐港機構 污損國旗、國徽 將香港推向危險的境地 無論市民對政府或對社會嚴防 有多大的不滿 暴力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壓止暴力 捍衛法治、重建社會秩序 政府會對所有違法和暴力行為嚴正執法 需要折瀚 所以我們為了一旁入口 在武器裡 將毫無可疑 三旁入口 感谢观看